自然妙妙呼 风儿的秘密 各位小朋友 你们有没有听见 呼呼的风声呢 风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日常生活中 有许多事都需要风的帮忙哦 大家好 我是风精灵 要是没有我的话 你们人类的生活 就不会这么便利咯 风不只是人类的好帮手 还会带植物的果实 或种子去旅行 也可以帮助鸟儿飞行 小朋友 你们在玩纸飞机 看风筝的时候 都是由我在你们后面帮忙呢 是啊 人们第一次利用风当动力的发明 就是帆船 风儿吹在帆上 会推着大船往前跑 也可以吹动风浪板 让人们在海里玩游戏 人类还会请我把食物吹干 让食物可以保存更久 像是米粉 像是米粉 柿干 香肠 和腊肉都是呢 嗯 转于不停的风儿 还能为人们做很多事哦 没错 看到这些白白的大风车了吗 我只要用力一吹 让这些白色的扇叶转动 就可以收集风力来发电咯 哈哈哈哈 电风扇也是因为有我 才会凉凉咯 听完了风经理的介绍 接下来 我们要和小朋友 一起来玩风的游戏 哇 好漂亮的风铃哦 风精灵 你可以教我怎么做吗 当然可以咯 你先准备好 彩色书面纸 毛线 胶带 橡皮筋 还有可爱的大铃铛 然后呢 拿起剪刀 剪出两条长八十公分 宽四公分的书面纸 你看 就像这个样子 把纸条的一端垂直粘好 再把两张纸条 不断交叉折叠 纸条折完的时候 粘一条橡皮筋 最后将毛线穿过铃铛 再粘到没有橡皮筋的那一端 风铃就完成咯 风铃抓好咯 咦 风铃怎么没有声音 哈哈哈哈 当然 还要有我这个风精灵来帮忙啊 把风铃拿好 我要吹咯 哇 好棒哦 风铃小了耶 风精灵 你拿的那个球 是什么啊 这个 这个叫做风轮球 风铃球 要怎么玩呢 你可以用嘴巴吹气 或是用扇子扇 还是用电风扇吹 看看风轮球 和不同的风赛跑的样子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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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 我要再玩一次 让你们猜一猜 怎么画出这一幅 不用笔完成的画呢 哦 我知道 用手指头画 嗯嗯 再猜猜看 啊 我知道 请方精灵帮忙画 哈哈哈哈 才对啦 我们来试试看吧 东吹吹 西吹吹 吹出我的小小天地 耶 我画了一幅好 漂亮的画哦 风精灵 谢谢你啊 小朋友 风对我们帮助是不是很多呢 不过有时候 也有一些具有破坏力的风 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损害 比如像龙卷风 或是台湾常见的台风 当这些有破坏力的风来临时 我们还是要先做好防灾的准备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